Hello 各位歡迎收看咳輝的頻道 我今天帶大家來順德找東西吃 首先就過來橫潭這裡 為什麼過來橫潭呢? 因為今天是放在逢簡裡 打了幾個圈 順便發現有一間在當地開比較久的店 都蠻有名的 所以過來試一下 就是現在得住在這裡的聖記飯店 這間飯店為什麼會有名呢? 因為它有一尾熟 叫焦雷粥 什麼是焦雷呢? 就是焦樹開花的時候 所以順德佬就用來煮粥 真的過來順德就什麼叉都可以吃 它是順德吃飯 它可能貴 但絕對不會不好吃 而且這間店真的又便宜又好吃 現在說回焦雷粥 焦雷粥其實很大盤 25元一盤 裡面有一些聖瓜絲 應該是聖瓜絲 還有一些魚、肉 還有一些香蕉的花 還有一些香蕉的東西 煮一煮粥 很香的 有大煮的 很頂肚 真的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真的很壞 今天還點了這個鴨下巴 鴨下巴 鴨下巴很大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這些 所以我就沒有吃到 還有這個聖瓜精 聖子肉很甜 這裏的牛腩陳專品 真的是開外面的兩點 而且牛腩真的賣得很好吃 這間店是在福簡水鄉附近 過來這邊玩的 那些人會在那裡吃飯 基本上都是看著 攻略的 應該是外地人 應該找不到 有這樣的東西 那間看到的這間店 就是在大樑 一間吃豬麵的店 都是大樑一家開了比較久的店 就看到了 裏面的裝修都很古老 亦都很樸實 價錢都很友好 其實為什麼說是友好呢 因為這裡的東西 真的很大份 一碗麵 都是開外面 兩碗又多 如果你的飯量少一點 你可能一碗都吃不完 最後呢 就說回我去大樑一定會去的店 就是這間吃雙皮奶的東西 清花園對面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這間店其實就小小時候開始去的了 裝修了應該都有十幾二十次了 裡面的擺設就多了少少 你坐在那裡等雙皮奶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悶 到處去看看這些公仔 這間店的價錢其實都算比較固定 都是十二三塊一碗 但是有一個樣子 最壞的是 如果節駕過來 這裡的雙皮奶是比較稀的 如果你平時過來 那些雙皮奶就很稀的 真的融足料 十分之香奶味 所以我建議各位真的要過來吃雙皮奶 千萬不要選擇節駕日 那時候過來 因為你節駕日 首先要在外面排一輪隊 然後還要進來 吃一些水鬼療那麼稀的雙皮奶 而且我真的不記得 他節駕日那時候有沒有加收 好 好了 今次在順德這裡找吃 就到這裡了 下次繼續帶大家來順德找吃 有機會的話 !